欢迎来到功夫者 这期课呢 我主要给大家讲一下 行异拳 五行连环拳 综合套路的演练 以及相应的御用 五行连环拳呢 是行异拳当中 行异拳综合套路里面 最基础 也是最经典的一个 他考验习练者 在学五行拳的同时 要学会进退自如 变化自如 因为五行连环拳 它有很多这个进退的动作 这非常符合实战的这个节奏 因为在实战中 你不一定必须一直要往前 你还要退再往前 找到对方的空档 随即应变 这个五行连环拳呢 就是训练大家 在使用五行拳当中 能够随即应变 根据相应的步法 前后变化 左右变化 这个五行连环拳 如果是整个一个套路 你打得顺 打得连过境墙 进退的节奏感非常好 那么对你在实战中 是有相当大的帮助的 因为五行连环拳的别程 也有叫做进退连环拳 进退连环拳呢 顾名思义 它考验的是步法 所以说五行连环拳的精髓 就在于步法 步法 那个步法呢 它变化的必要多 好了 现在我先给大家演示一遍 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